国口头空 他要对人民八世 这苦难的八世 落地淋来捕 你敢装不掉 奉献民进党 今晚我五日控罗 请得求这件摆卡 电价4月1号 掌定了蓝白党团火力全开 炮轰执政党出招提 电价动涨 错误的能源政策 而导致电价失速列车 造成我们的物价的波动 这是扭曲 调障电价最主要的原因 来自于国际燃料教格的飙涨 跟能源政策没有直接关系 非核家园就是一个错误的政策主张 意识形态挂帅害了人民 台电它本来是一只金鸡母 可是台电现在变成了败家子 发言台上激烈工房 护航电价调涨的经济部 也被骂到臭头 现在政府告诉我们 电价涨越多 人民省越多 是什么样的一个天才逻辑才会说出这样子的话语 政府是鸵鸟心态 把头埋在沙滩里面 讲的经济最好的时刻 在持续的涨电价 这不是傲慢 什么叫做傲慢 这不是无能 什么叫做无能 蓝白剑行电价还涨 最终虽然禁服二毒 但民进党团出招反制 要求党团协商 承认进入一个月冷冻期 等于说解冻的时候 电价已经涨了 你现在不可能你自己建立的公司 你自己公共电业法 你自己叫停 台电这一次涨价 正当性是十足 那平衡性不足 就是说涨价的部分 不要让升斗小民来负担 应该是让工业大富们 他们来担才对 台电其实涨这一次价 也不是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没有啊 这次也等于是巨建法 民进党只记得支持 全民涨电价 却不思检讨错误的能源政策 这个朋友 台北报导